还有一个多月 我国穆斯林就要换庆开斋节了 首相都是李安华 今天上来好消息 政府决定在下个月初 也就是开斋节前夕 发放第二阶段的慈敏援助金 以减轻B40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负担 也是财政部长的安华 今天在国会下议院的部长问答环节中 回答公正党 双西大年国会业员莫昂默道飞的提问时指出 第一阶段总值16页令吉的援助金 已经在今年1月发出 目前慈敏援助金的发放总额高达80页令吉 汇集870万人 即至昨天超过32万人申请慈敏援助金 有意申请的民众受处在这个月31号之前提交申请 以便在开斋节前获得援助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